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啊 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名啊 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 赶出你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 你必不再惧怕灾祸 当那日 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 喜安娜 不要手软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欣喜乐 漠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那些属你为无大会仇烦 因你担当羞辱的 我必聚集他们 那时 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 又拯救你瘸腿的 聚集你被赶出的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领你们进来 聚集你们 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 有名声 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是在西方亚书第三章的九到二十节 这是整个西方亚书的节语 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里谈到当全地被毁灭的时候 神必使万民的言语得洁净 好使他们能够求告神的名 同心侍奉他 这里就告诉我们 审判的目的不是审判 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叫人悔改 也谈到说 剩下的渔民将要投告神的名 不再作恶也不说谎言 因为神要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神 必爱那敬畏他的百姓 在第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 出现了好几次的我必 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 对于我必这两句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神的信实 神的公义 神的全能必保守他自己的话 他的话必不突然返回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 先知 警告他的百姓 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 也要同心合意的侍奉神 在这段经文里头分别谈到了好几次 当那时 当那日 当神的审判 当神的管教领导的时候 审判对于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有不同回应的人 审判的结果也不一样 我们俗话常说 不见黄河 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流泪 当人的刚硬跟麻木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神只好借着重重的杖 来管教 而苦难 真的常常是让世人可以警醒 让世人可以回转的手段跟方式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并不乐见我们 就处在苦难当中受苦 所以他借着先知 总是先提出警告 然后再呼吁 并且告诉我们 审判的时间将要领到 可是他最后也会带出 应许跟恢复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就会看到 当审判之后 神在十二节说 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 困苦贫寒的名 他们必投靠我 耶和华的名 管教的结果 总是会让人觉得伤痛 但是管教之后 却有一群回应管教的渔民 虽然是陷在苦难贫寒当中 但是他们幡然悔改 当他们选择 依靠神选择回转 这些所留下的渔民 他们必不作孽 不说谎言 口中没有诡诈的舌头 并且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 吃喝 躺卧 不再过着担心 惧怕的生活 其实这就是神的应许 神的医治跟回复灵道 在方才的分享里头谈到 当那日 当那时 我们就发现 神的时间表 我们是否能够看得懂 我们是否能够把握 而在当时 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做出对的回应 就会影响到最后生命的结果 但是接下来想带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 当神谈到好几次的我必 有没有谈到人的拟弊呢 当神的信实跟他的公义 谈到他要施行审判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回应呢 当神在宣告审判之后 神也借着先知的口 宣告了盼望跟应许 就如同父母的心一样 其实 施行管教的目的 是为了能够回转 是为了改变 让儿女回转归向神 让儿女回到正道上 而一旦人悔改 做出对的回应 神就必彰显他的恩词 带来医治跟恢复 所以其实每一卷的先知书 我们都可以看到 神的铺陈 就是当他提出警告的时候 一而再而三 人刚硬不悔改 神就宣告他的审判 但是神仍然苦口婆心的 在宣告了他的审判之后 告诉人 他仍然愿意给机会 仍然愿意等候人的悔改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 我必跟你必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想到 我们面对神的话 面对神的提醒 面对神的警告 我们当如何回应呢 神是信实的神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 神的话说了就算 因为他的信实 他的全能 必然应验他的话 但是很多时候 人说的话就算了 因为人守不住 他自己的承诺 但是在面对这么多 神给我们的提醒跟警告的时候 属神的人第一个就是 我们不能心存侥幸 以为或许神不会真的责罚 因为在这里屡次神都说 我必 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神的信义是很难撼动的 但是他的言力 他的公义都是为了领我们悔改 而对于他的应许 医治跟恢复的应许呢 我们也不需要疑惑 其实整个圣经 跟整个人类的历史 我们一对照 我们就发现 神借着先知 所发出的预言 百分之九十六 都已经应验了 这就告诉我们 他是我必的神 他不但是我是的神 他也是我必的神 至于我们 当如何回应呢 我们一起祷告 要得华我们的神 你是慈爱良善 信实公义的神 借着整卷西方亚书 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学习到 你的愤怒 你的审判 你的警告 你的提醒 都带着你最深的爱 无非就是要你的百姓 回转归向你 回到正道 主当你透过 先知的口 宣告你的日子 你的时辰 你也告诉我们 你是我必的神 你不但是我是的神 你是我必的神 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你说到就做到 主啊 这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心存侥幸 我们再一次的 依靠你的信实跟公义 我们不但相信 你的审判是信实的 我们更相信 你的应许跟复兴 也是信实的 我们就愿意在你的面前 用对的态度来回应你 愿你自己的话语成就 愿你自己在历史上 彰显你的作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